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2022年9月26日星期一 农历9月初一 欢迎收看日本新闻 9月22日 中国驻日本大使孔劝佑协夫人王秀军 在东京新大谷饭店隆重举行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 即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招待会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 揪山游济夫 外务大臣政务官吉川尤美 公民党代表山口纳京南 立宪民主党代表全建泰 盛民党党首福田瑞穗 等日本政府和超越政党负责人 众议院副院长海江田万里 前自民党干事长二杰俊博 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事务局长小川优子 等仲参两院三十余名国会议员 前首相田中角龙之女 前外务大臣田中真妓子 日本金团联会长石苍雅和 日本国贸促会长河野杨平 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叶田毅 日中友好会馆会长代行 龚本雄二等经济界 友好团体 在日中资机构 侨团负责人 各国驻日使节等三百余人出席 请看记者报道 孔全佑大使在致辞时表示 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 中国各族人民努力奋进 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我们坚持以新发展理念 引领高质量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取得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 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增强 我们坚持高举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 以实际行动展示了 做世界和平建设者 全球发展贡献者 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责任担当 孔玄游大使表示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 这次大会将谋划未来五年 乃至更长时期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 和大政方针 指引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目标 相信这次大会 已经让世界对中国未来 发展前景预期更稳 信心更足 期待更高 关于中日关系 孔玄游大使强调 50年前 两国老一辈领导人 以非凡的远见着实 做出了实现邦交正常化的 伟大创举 开创了中日半个世纪 和平友好 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邦交正常化以来的50年 是中日关系发展最迅速 带给两国人民福祉最多 对地区和世界影响最大的50年 今天 中日关系 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 也来到了何去何从的关键路口 双方要共同重温初心圆点 深刻汲取历史经验启示 以战略目光和全局视野 把握当下机遇挑战 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 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 不断增进政治互信 深化互利合作 扩大人文交流 同时妥处矛盾分歧 在风浪考验中 把稳正确航向 努力推动构建 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以更加成熟稳定 健康强韧的姿态 迎接中日关系下一个50年 日本外务大臣政务官吉川尤美 代表日本政府 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 和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表示 两国老一辈政治家 秉持战略远见和巨大勇气 实现邦交正常化 推动中日关系取得巨大发展 双边贸易额 较邦交正常化支出 增长了120多倍 两国人员往来 在疫情前达到1200万人次 他希望日中 作为肩负维护地区 国际和平繁荣重任的两个大国 努力构筑建设性稳定的双边关系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表示 50年前 日中双方克服重重困难 实现邦交正常化 此后两国关系总体发展顺利 双方应以邦交正常化 50周年为契机 重温邦交正常化初心 努力实现和平共处 共同维护地区繁荣稳定 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之女 前外务大臣田中真继子 致此表示 50年前 父亲田中角荣 克服日本国内外的巨大阻力 实现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 两国老一辈政治家 做出重大政治决断 推动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 希望日中两国各界 把握好50周年契机 积极开展文化 体育 科技等各领域交流 努力实现和平相处 共同繁荣 共同描绘下个50年的发展蓝图 公民党代表山口纳金南表示 中国取得辉煌发展成就 肩负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重要责任 回顾历史 两国老一辈政治家 不为艰难险阻实现邦交正常化 吃水不忘挖井人 思考日中关系 必须重温初心 坚持日中联合声明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等 四个政治文件原则 在此基础上采取积极行动 期待双方加强各领域各层级交流 为两国友好打下坚实基础 日中协会会长野田毅 代表友好团体致祝久词 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年来 取得巨大发展成就 表示当前世界局势激烈变化 但日中两国作为永久邻居 不会改变 双方要忠实践行日中四个政治文件 和迄今达成的有关共识精神 坚持互利互惠和互尊互敬 通过对话沟通 妥处彼此差异 寻找解决问题出路 相互支持对方发展 共同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发展 做出积极贡献 当晚来宾们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3周年和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希望中日双方 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 进一步加强各层机对话 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推动中日关系实现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